药膳 是药材与食物的一种巧妙结合 借用两者一起食用 让身体得到疗效又可吸取食物中营养的精华 美味又兼具保健养生 一举两得 活用药膳 吃出健康 上了年纪 如何行得好 摇背 膝盖 不酸痛 人老哪里先老呢 基本上我们想 膝盖先老 脚没有力 稍微走一点路就会觉得脚很沉重 在中医来讲 脚的问题是在哪里出问题呢 主要是腰出问题 你只要改善了腰的问题 脚自然会有力 所以要行得好 那关键在哪里呢 第一嘛 要滋补肝伸 要强腰健骨 一定要改善食育循环 所以吃蛋的吃一些补腰力的一些药材 打给反肚众 再打个比方合手屋 还有就是冬棕草 核桃 这些呢 都可强化我们的筋骨 活化我们的体能 让下肚的循环改善 再配合一些所谓的 膝盖的运动 伸展运动 弯腰运动 都可以活化我们的筋骨 所以这个呢 可以让我们行得更好的关键所在 行得好 强腰健骨系列之明星药材 肚众具有强筋骨 治腰背痠痛 足吸无力的功效 同时也有止痛 消炎 护盖制和补胶原蛋白的作用 欢迎收看活用药膳吃出健康 行得好 Part 2 那这些的主题呢 就是强腰健骨 我们一样准备了四道菜 对 那这四道菜呢 也是由我们的郑师傅 来为大家精心设计的 好 謝謝 Hero 祖雄 健康管理达人 運動營養师 擁有美国NSPA认证体能專家 及2013年美国有氧提示能协会 AFAA认证的體能教练 NLP運用心理学执行师 政委姓师傅 掌厨超过40年 曾任Hilden酒店投手 汶莱苏丹律用厨师 现任厨艺学院教授导师 行得好 强腰健骨系列的四道菜 杜仲补腰汤 蟲草花木耳鸡 和首屋黑豆醋鸡翅膀 当归枸杞影 杜仲补腰汤 材料有 愚人生杜仲补腰汤包 马来西半汁 老姜2片 水1.5L 调味料有 盐1.4茶匙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药材 除了有杜仲之外 还有什么呢 杜仲 杜仲是一定要的 老姜 这个是档生 北芹 龙眼肉 我们看到其实还蛮多种 但是如果你自己 记不住的话 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这边有 杜仲补腰汤的汤包 里面都全部在里面 对 所以就是买这样子的一包 配上我们的马来鸡 不用马来鸡的话 你可以用珍珠鸡 珍珠鸡 就是黑鸡 那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将鸡斩开一点 杜仲补腰汤呢 其实我们讲到 为什么会讲到补腰呢 其实就是因为杜仲是本身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增加我们那个肌肉的活动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 像很多人都会有腰痠 背痛或者骨刺的问题 其实杜仲呢 都可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切成一块一块之后 切一块头仔先 这样呢 我们就 烫一烫水 那我们拿的快煲 倒水下去 那我们呢 就盖上这些肉材 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先 是 让它滚了先 把药材的味道先煮出来 是 让肉材滚了滚 那我们就放鸡下去 盖住它 那很快就可以了 又是 十分钟 放盐 搅拌均匀 你要吃多少就拿多少 好 哇 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它的药材非常的多 看起来呢 你看 这样小小的一碗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药材 你这么小够了吗 多些 师傅对我比较好 还帮我加汤 把鸡鸡腿给你 这个就是 杜做补腰汤 那第二道菜呢 非常厉害 除了可以补肾之外呢 还可以防止骨骼疏松症 就是我们的虫草花木耳鸡 对 行得好 强腰剑骨系列 虫草花木耳鸡 虫草花 10g 湿木耳 2朵 湿云耳 2朵 菜园鸡 半汁 香菇 4朵 姜 2片 调味料有 盐 1 2茶匙 糖 1 4茶匙 麻油 适量 生粉 适量 生抽 2汤匙 强腰剑骨的第二道菜呢 就是虫草花木耳鸡 那最特别的是我除了鸡肉之外 看到有鸡的肾跟鸡的肝 为什么要用鸡的内脏呢 因为呢 如果我们只是鸡 你要鸡鸡 鸡肉之外 它会写着口感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虫草花 这是主角来的 虫草花呢 你在未蒸鸡之前 你要先蒸了10分钟 所以我们这个已经蒸了10分钟了 已经蒸了10分钟了 所以我们将虫草花的水和虫草 我们拿来捞鸡 调味料有什么呢 有盐 黄糖 麻油 我们再来捞一捞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把虫草花的水 放进去 拌均匀 好 这个木耳切小一点 其实这个黑木耳呢 它可以滋入我们关节的韧带 然后也可以强化我们关节的活动力 所以像是很多不运动的人呢 其实久坐啊久站之后呢 我们的关节软度其实会比较减少 那透过黑木耳呢 都可以改善这样的状况 加点石油 加日本 还有放点粉来 生粉就可以 粟粉也可以 好了 我们放在一起 好 滤放下去了 对 好 我们的主角也上来了 主角上来了 虫草花 好 我们倒下去 这道菜也是用蒸的就可以完成 蒸的 要是12到15分钟 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碟 我们就蒸12分钟 现在是15分钟了 我们开盖 加鸡精 鸡精呢 再蒸好之后淋上去呢 就是那个如骨添翼 对 现在还要 油盖的时候要洗油了 那我现在可以直接来试一下这个汤的味道 这个汤 哇 第一个尝试 那个鸡精的那个鲜甜味跟鸡肉其实搭在一起 非常的搭 你就喝出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味 而且我觉得香菇也非常加分 这样子的搭配 那个光是喝汤你就觉得已经值得了 要薄 对 下一道呢 非常的特别 我们要做鸡翅 但是一样是用中药入菜 到底中药跟鸡翅要怎么搭配才好吃呢 让我们去看下去 行得好 强腰健骨系列 和手屋黑豆醋鸡翅膀 材料 和手屋两片 鸡翅膀600g 调味料有 蚝油一汤匙 黑豆醋一汤匙 蜂蜜 一又二分之一汤匙 番茄酱一汤匙 生抽二分之一汤匙 强腰健骨的第三道菜 就是和手屋黑豆醋鸡翅 对了 和手屋你先弄成汁 煮一下 然后现在可以焖鸡 那些鸡翅呢 我们就要切出去 那个和手屋呢 很多人知道说 它吃了对头发的 那个会变得更黑一点 那之外呢 它其实可以调节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 而且那个和手屋 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女性 就是成年的女性来说呢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它里面富含那个 益黄铜 那这个益黄铜 可以增进那个盖质的吸收 还有预防骨质疏松症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更加吸引人的 就是它竟然可以养颜美容 还有延缓衰老 除了和手屋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用了黑豆醋 那黑豆醋呢 它其实就可以立丝的消水肿 也可以改善那个下半层水肿的问题 根据那个医学报告其他可以预防 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切好了 那我们就製少许油 为什么我们要製姜油 因为生抽会被它咽多一点色 一会我们半煎炸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就很漂亮 OK了 我们可以了 你製慢慢製 哇 用半煎炸的 半煎炸 煮到一半的时候 就可以闻到那个非常香的香气 因为它有一匙石油 它炸起来 它有一种石油的香味 中的 鸡翼我们炸熟了 是 我们就煮汁 这个汁呢 我们有炖好的和手污水 所以这个之前是有煮过吗 有蒸过的了 让它有出味的了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草 黑豆醋 黑豆醋 也是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 是 蚝油 哇 现在可以闻到那个 非常香气的一个醋的味道 是 所以我觉得师傅在选用那个配搭上面 其实都很用心 像和手污呢 就是有一点涩涩苦苦的 是啦 可是醋加上去之后呢 相信就会综合掉 对 所以现在是番茄 放这个下去 我们煮它久一点 它就入味一点 好了 给你干水了 倒入蜜糖就行了 把蜜糖加进来 蜜糖加进去 哇 最后的 让我们的整道菜 倒入了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像是蜜汁鸡翅 对了 如果你一早就 它的颜色就不太亮了 我先来试一下这个酱汁 好 好 好 它这酱汁啊 你光是如果用闻的话 它是有一种 嗆鼻的那种醋味 就酸酸的 可是你吃进去之后呢 开始第一层的感觉是蜜糖的 那个甜味 之后呢 你还可以吃到黑豆醋 还有那个番茄酱 它的味道呢 其实非常的有层次 重点是它完全没有 和手乌的一种苦味 所以就算是中药入菜呢 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香甜 这个就是和手乌 黑草 鸡翅 所以我们这个强腰健骨 已经有了一汤两菜 那现在呢 我要来准备最后的一道茶 行得好 强腰健骨系列 当归枸杞饮 材料 当归3g 枸杞5g 红枣30g 这道菜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这个锅子里面 只要大概有500ml的水 把所有的备料都倒到锅子里面去 然后大概煮一个20分钟的时间呢 就会变成我们今天的第四道茶了 那其实这道茶呢 我其实本身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自己 像是我本身其实工作 有时候非常的忙 那很多上班族 可能都是有一样的情况 那可能会遇到 睡眠品质不好的一个问题 那可是晚上睡觉之前 要怎么样去喝什么饮料 才能够让自己放松呢 像有些人会选择喝咖啡或者喝茶 但是咖啡跟茶 其实都富含咖啡因 其实会影响睡眠品质 那反而像这样子的茶呢 它其实是不含咖啡因的 像枸杞啊 它能够排毒 抒压 最重要是它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那个代谢功能 像隔天早上起来的话就不会水肿啊 就不会有这些代谢不好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算是很多功能性的一个饮品 好20分钟后呢 我们这个当归枸杞茶呢 就已经做好了 其实用红枣枸杞还有当归的搭配呢 其实就可以达到补干血 强化干功能的一个功效 那除了这个茶之外 像刚刚介绍的三道菜 今天的part 2的系列呢 其实都是强腰健骨的一个系列 那都可以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系统 让我们的下肢的循环能力更好 那也可以达到 让你的父母呢 或者家里其他小人家呢 达到行得好的功效 杜仲补腰汤 保护肝肾肾 强筋健骨 虫草花木耳鸡 防骨骼疏松 补血安神 合手屋黑豆出鸡翅膀 羊血液筋 调理肝肾 当归枸杞影 延缓衰老 促进代谢 强腰健骨系列 直接补肾撞腰 提升腰力角力 帮助腰肌放松 改善腰部酸痛 减轻神经刺激疼痛 下肢供血充足 不再酸痛麻痹 行动力自然就会提高啦 行得好 强腰健骨系列 活用药膳 吃出健康